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里代表纽澳地区行道会的弟兄姐妹 向大家问安并且分享主的恩典 1997年3月 汉米尔顿华语教会 在纽西兰北部的汉米尔顿诞生了 这是行道会在纽澳地区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当时是由移民到那里的康赫行道会的会友 黎秀美姐妹和她的先生蔡明和弟兄他们一家人 还有几间从台湾 还有大陆移民到那里去的基督徒家庭组成的 教会开始 一开始就得到母会张牧师 还有康赫行道会的吴牧师极大的帮助 在汉米尔顿华语教会 建立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 自己教会觉得 是在需要有全时间的牧者 能够前往服侍和牧养 所以就请求母会能够派全时间的牧师 前往服侍 于是公元两千年 母会就拆派了我们夫妇 到纽西兰在那里服侍 感谢主一路的带领 十九年来 这间教会逐渐成长 并且陆续地向外开拓 2004年 我们在纽西兰北岛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光城市 名字很难念 叫做Rotorua 它是毛鲤鱼 在这个城市 建立了第一间外展的教会 这个名字叫做生命权教会 2010年 在首都威林顿 我们建立了第二间教会 生命之光教会 2014年 在纽西兰最大的城市 奥克兰 开拓了希望之光教会 2015年底 也就是 其实就是今年初 在澳大利亚的南部 最大的城市 阿德雷德 我们建立了 成光教会 目前我们在纽澳地区 我们一共有五间教会 每一个主日 很感谢主 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位弟兄姐妹 参加主日崇拜 另外有一百多位孩子们 他们参加儿童主日学 感谢主 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向外开展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够强壮了 所以我们能开拓 其实主要是因为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因为找工作的关系 不得不离开汉米尔顿 等到他们一到各的城市以后 就发现 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教会 他们又渴望能够过一个 健康的教会生活 于是 他们就向我们发出呼声 盼望我们能够来支援他们 于是我们就效法母会 全力的支持 才还有开拓恩赐的同工 前往帮助还有牧养 当年母会怎么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就怎么样帮助他们 哈利路亚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 足够的全时间传道人 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培训体系 我们只是努力学习 祷告 QT 门训 并且以此为基础 并且持守母会的宣教异象 放胆地走出去了 我们所经历的是 每次我们恳切祷告之后 主就开路了 等我们跨出去以后 主就赐下我们所需要的牧者 还有各项的资源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 要深深地感谢母会的张牧师 还有行道会众同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帮助 他们经常是不远万里的来帮助我们 从这里坐飞机到纽西兰是很远的 感谢主 他们的来到不仅大大的祝福我们 而且也成为我们服事的好榜样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在纽澳地区 我们还有非常广大的地区要前往 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名要得着 对我们来说实在有很多的挑战 但我们深信 主既然带领我们走到今天 祂一定会继续带领我们走向未来 哈利路亚 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更加刚强壮胆 在纽澳地区为主建立更多健康卓越 宣教的教会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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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Amen 感谢主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吗 谢谢 谢谢